最血腥的呀,就是给这粘根处啊,起了一个更狠的名字,叫什么呀,叫血狄子 经过这个狭义小说作家的描写呀,这血狄子可神了去了 说这雍正皇帝呀,要是不待见谁呀,那就直接派血狄子部队去暗杀 走进古迹讲故事,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上期小片啊,咱们在游览一花园的时候 提到了呢,这清代的一个特务组织,叫什么呀 叫粘根处,有好朋友啊,就给我留言了 干脆呀,把这粘根处啊,咱们仔细的讲一讲 我是这么想的,咱们要讲啊,咱们就把整个有清一代的这个特工组织 咱们都讲一遍,虽然呢,咱们的话题是从那粘根处开始提起来的 但是咱们不能先讲它,为什么呀,因为它年代晚 咱们先讲啊,一个清代早期特务组织的传闻 叫什么呀,叫十三衙门,这个机构啊,其实挺早就过气了 不过呢,在前些年啊,电影电视剧,还有文学作品里经常提到 所以才有朋友知道这个部门 在电视剧康熙王朝里面,这个机构啊,就出现过 其中呢,监视这魏东庭,还有监视这索图的 两位加奴员工就隶属于十三衙门 其实啊,这个描写是错误的 十三衙门实际上啊,是管理太监的一个机构 在顺治十一年的时候,大太监吴良府就建议朝廷设立十三衙门 建立这十三衙门呢,是为了管理这内庭的机构 其实呢,建立这个衙门的衣食啊,有两个目的 其一呢,清朝在关外的时候,并没有完善的管理内庭的体系 如果要是升班硬套明朝的内庭管理体系呢 那就麻烦了,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明朝啊,管理内庭的体系一共有二十四个衙门 并且呢,这明朝的太监啊,实在是不像话 哎,名声太臭了,所以呢,这个顺治皇帝啊 就觉着应该设立十三衙门 新朝新气象,咱们重新打鼓啊,另开张 那么究竟是哪十三个衙门呢 他们呀,分别是司礼监,御用监,御马监,内管监,上衣监,上扇监,上宝监,司舍监,上方监,西新司,中古司,兵杖局,知染局 您算算,不正好十三个衙门口吗 其实要说呀,这十三衙门里的太监,各管一摊 他没有啊,什么这特工的味道 可是,在当时满朝文武和老百姓的心里啊 还挥之不去,明朝太监既霸道又可恨的嘴脸 再者呢,这太监啊,必定是皇上身边的人 打个小报告什么呢,他也方便 于是啊,就有传闻了 这十三衙门呀,会派人潜入到这些大臣的家中 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 这个只是传说,是不是真的呀,咱们无从可查呀 不过到了康熙年间呢 这大太监吴良府啊,犯了事儿 哎,被咔嚓了 这十三衙门呀,也就被裁撤了 随之顶踢而来的,就是那个赫赫有名的机构 什么呀,内务府 哎,这内务府啊,以后我看呀,咱们也有必要开个小片 好好讲讲,那里边啊,倒是没有什么可怕的事 但可乐的事,可多了 哎,到了这康熙年呢,这十三衙门就算完事了 有文学著作里是这样讲的 据说呀,到了这个乾隆年间 有个别别有用心的王爷 就是这乾隆爷的书白兄弟们呢 趁着这个乾隆南巡的时候啊 想再把这个十三衙门恢复起来 好,趁这个机会啊 实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结果呢,这种做法啊 也是被这乾隆皇帝扼杀在摇篮里了 不过呀,这件事只存在二月盒的小说里 我在其他的史料里边还没有发现过 讲完这十三衙门呀 咱们就得说说那个粘根处了 这粘根处是雍正皇帝在乾隆时候成立的这么一个组织 他是专门啊,负责伺候当年的雍亲王啊 娱乐的 他有个正名叫尚于备用处 那怎么着,他就后来就被人称为粘根处了呢 首先呀,咱们先得把这几个字正音 这个字啊,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您 在这儿绝对念粘,不念粘 您要是非得说他是粘根处啊,也没毛病 不过呀,听着就切勺了 有老先生啊,采访过当年宫里的老太监 这太监他回忆说呀 当年宫里的太监侍卫们 要是提到乾隆年间的这个部门的时候 显得都非常的景仰 不是称呼为粘根处 都称呼为粘根处 得了,这个叫法啊 听着浑横浑横的 在咱们小片里啊,还是叫粘根处吧 这雍正爷啊,做皇子的时候 在前底啊,读书 每到夏天啊,这雍和宫里 大树上的祭鸟啊 就滋啦滋啦的烂叫 这还别说想静下心来读书了 这平时啊,也叫得让人心烦 天又热,他在吵 简直了的呀 要把这雍亲王啊,就给烦死了 于是乎呢,这王爷啊 就让这上备庸处的人想招 您别说啊,这帮的人还真有本事 他们呀,就用这长城的竹竿 在顶端破一个压口 中间呢,撑一根小竹棍 再把蜘蛛网缠在这长竹竿的顶端 再对着这个名叫的祭鸟啊 后背就那么一捅 哎,这个祭鸟啊,他就跑不了了 干的人多了呀 这大院里也就清静了 逮开他的祭鸟啊,也不糟劲啊 捡开了后背,挤出白尖 祸上蒸小米 这可是上好的鸟粮啊 正好给王爷喂鸟用 这一来二去的 有这个说话一二故的太监或者侍卫啊 就给这帮人起了个绰号 叫粘杆处 雍正爷登基以后啊 这群人干脆就用粘杆处来称呼自己 为什么呀 他显着自个儿有份呢 我是前底啊 给王爷粘过祭鸟的奴才 你们比得了吗 就跟现在啊 这德云社的徒弟互相吹牛XX一样 你这不行啊 跟我比你差远了 你都没给师父喂过狗 您瞧这粘鸡鸟喂狗都成了吹牛的资本了 说到这儿啊 咱们就又得给这电视剧挑毛病了 在雍正王朝里啊 这太子应仁骂他手下的人啊 说你们这帮粘杆处都是干什么吃的呀 哎这太子应仁啊 可是没使风过粘杆处的人啊 再有呢 有这么一集 这土立琛呢 和这个山西一省的官员说呀 我是粘杆处的出身 其实啊 这土立琛他真不是粘杆处出身 他在这个康熙年间啊 就已然是大内侍卫了 说多了呀 也是让人家编剧导演不待见 咱们呀 还是接着聊咱们的粘杆处吧 不过呢 这雍正啊 确实是很信任这群人的 雍正登基以后啊 这粘杆处的总部仍然设在雍和宫 不过呢 这些个侍卫呀 他们在紫禁城里呀 还有一个分部 在哪啊 上级咱不是说了吗 就在这御华园当中 这官路台的底下呀 长年的放着四把黑漆大凳 这里呀 专门设有四名粘杆处拜唐厄 和四名粘杆处侍卫 我还得打断一下 给您解释解释 什么叫做拜唐厄 这拜唐厄呀 是指在京文官三品以上 五官二品以上 在外文官暗茶室以上 五官总兵以上的子弟们 反满十八岁的 得进宫 当一次武差 五年一选 是选上谁算谁 总之 在皇上心里呀 这些人都得是 八旗子弟里的好样的 他们在这干嘛呀 首先呀 是保卫着进宫的安全 其次呢 这皇帝呀 一旦有什么机密的事 要指派粘杆处去办呀 他们好赶快呀 拿了旨意 出神武门 直奔雍和宫总部 去安排执行 这粘杆处呢 说是啊 隶属于内务府 实际上是皇上的直属部门 谁也管不着他们 所以说 这个组织很神秘 仿街的传言呢 自然也就不少 最血腥的呀 就是给这粘杆处啊 起了一个 更狠的名字 叫什么呀 叫血狄子 经过这个 狭义小说作家的描写呀 这血狄子可神了去了 说这雍正皇帝呀 要是不待见谁呀 那就直接派血狄子部队去暗杀 这血狄子啊 全是大内高手 杀人无形啊 取人手即如探囊取物一般 要我说呀 这种说法啊 纯属胡说八道 因为呀 正是没有 也是也没有 只出现在这 明国的狭义小说里边 所以说啊 这瞎话 都不是当年恨雍正那帮人编的 完全是那些个 爬格子卖钱的 无良作家编出来的 这血狄子的寿命啊 可比十三衙门长多了 到了嘉庆三年的时候 用粘杆处 办了最后一件秘密的差事 随之啊 这粘杆处就解散了 什么秘密的差事 就是处死和茶烧和珅的家 那么为什么自嘉庆以后 就再也没有听说 清代有什么特务组织了呢 因为清代的皇帝啊 有两条发宝 钻在了手里啊 就不再需要特工人员了 什么呀 这其一呀 就是密哲承奏制度 您想想啊 这大臣们都可以啊 互相监视 用密哲承奏了 还要什么特工啊 那就是啊 人人被监视 人人都是特工 还有一条啊 更厉害的 叫风文奏事 也就是说呀 不用证据 也不用你亲眼看见 只要你听说他干了坏事 你就可以向皇上举报他 当然 这皇帝开风文言事啊 他有个前提 他必须是针对一个问题 例如这皇上杀年耕摇的时候啊 就让满朝文武 风文言事举报年耕摇的罪行 然后呢 看这件事情办的差不多了 皇上又把这件事的风文言事 给禁了 您说清朝啊 有这么两条 这皇上他要特工干什么事啊 暗杀你啊 还不如就明杀了你算了呢 这样呢 还能堵住那个天下小人的嘴 得嘞 今儿这天儿啊 是真不早了 咱们关于友情一代的这个特工问题啊 咱们今儿就讲到这儿 喜欢我的频道啊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记住那句话啊 自要您长按点赞啊 咱们是明天准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